大家好 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1年的9月1日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中东新闻 我是孙嘉玲 那就先跟大家说一声好久不见 在我们就是暂停录音的这段时间内 其实不管是中东地区还是全世界还是台湾都发生了蛮多大事 那我个人因为有一些这个工作要忙的关系 所以就之前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固定录音 因为也跟大家说好了这个9月1日就要再播出 那所以呢就是说 虽然就是我的一个工作还没有忙完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事情要忙 那但是呢就是因为已经跟大家就是做了一个约定 那所以呢就还是9月1日这一天就是我们还是要来播出一下 那之后呢也会恢复就是每个礼拜更新 可是就是说因为还是有一点忙的关系 那所以就可能是利用没有工作的空档来录音 因此呢这个更新的频率会比过去下降 那应该目前的规划是一个礼拜就是更新一集 那这一集的内容呢当然就还是主要是包括中东发生的事情 那如果呢就是当周国际有比较重要的大事 也会跟大家这个介绍 好那就是谢谢大家的这个等待 那其实就是说呢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蛮多的这个听众哦 或是蛮多的朋友 那有透过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 或是透过写信的方式来就是鼓励 然后问说哎怎么没有更新了 其实其实一开始本来是想说先休息一下 然后先忙一下这个工作上的事情 那就想说哎应该也不用发个什么这个通知吧 这样 但是就是看到就是蛮多人感到这个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节目没有更新了 所以就想说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子 那就很谢谢这段期间有来联系 然后有来询问状况的朋友们 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真的真的 好那其实回顾一下就是说 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呢 像台湾这边主要是疫情哦 那疫情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近几年来对台湾社会最大的冲击 因为就是像上次的SARS 那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之前了 那SARS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小学生 应该是小学生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刻 那可能我的父母印象会比较深刻 但是SARS它比较跟这一次的这个疫情不一样的点在于说 SARS它的传染力其实没有这一次的新冠高 那所以呢SARS它你基本上你如果戴口罩勤洗手的话 它是有很高的几率是可以被阻隔在这个人体的外面 那你其实是不会被感染的 那但是呢新冠这个就其实它的感染途径 就大家应该也知道 从2020年爆发以来就它的感染力是明显 比这个过去的这种SARS或是一些流感是高很多的 那但是呢它的致死率其实跟SARS相比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新冠的致死率其实是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就是说染疫它始终还是一个对人体的伤害 那所以大家还是会非常的害怕跟恐慌哦 那另外就是呢 它也会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产生非常巨大的冲击 像台湾台湾之前 其实我们当然有这个防疫哦 可是就是说在五月吧 我记得是五月的时候就疫情在某一天突然变得很严重 那那个时候政府就突然宣布说 我们马上升到这个三级哦 那升到三级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确诊数啊 跟这个美日的病末的数量 其实都是非常的惊人哦 就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是 应该首先看到的是欧洲这边的崩溃 在去年的时候 像意大利这边 我们就非常的这个不可置信哦 就是怎么有国家可以防疫烂成这个样子 那医疗系统也烂成这个样子哦 那但是看完欧洲之后 我们就看到美国就觉得哇 这是更不可思议哦 就是欧洲这边你还可以去觉得说 嗯它是一个比较 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已经有点衰弱 就是它的灵魂 是正在熄灭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明 有点衰弱 有点日落余晖的感觉的一种存在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嗯那它可能有今天的状态 这个也是可以想象哦 那因为因为它的基建不好啊 那可能社会系统有问题啊之类 但是看到美国之后呢 我想其实很多人的心里面是感觉到一种这个震惊哦 就想说哇美国哎 这个这个产成这个样子还是那个美国吗 那后来其实呃在今年我们看到了印度 印度呢这个就明显是更惨绝人寰哦 因为印度它的这个贫富差距显然是更大 那它的农村的基础建设是呃非常的不够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呃新闻媒体的这个记者呢 他拍下的一些呃露天的火葬的集体火葬的画面 那真的是非常的呃可怕哦 那尤其就是说像美国跟印度的疫情这个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们其实应该还存在很大的统计黑数哦 尤其是美国这边哦 美国这边他有一些人口 其实呃你基本上是很难去统计到说 呃他染疫的状况 或是说去统计到他的死亡 是不是因为这个呃染疫的关系哦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很明显美国他就崩溃了嘛 那崩溃那个时候医疗系统他根本没有这个量能可以去承载哦 那印度这边也可以看到就印度这边可能更惨烈的是这种集体露天火葬的画面 我呢真的是很惊人哦 好那就是其实讲到这个部分就可以来呃慢慢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阿富汗的部分哦 其实阿富汗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会讲到印度要呃连起来 其实是因为呃当初去拍下这个印度的这种露天集体火葬画面的这个某一个知名摄影师呢 他最后其实在阿富汗这边去世了 就是他那个时候呃塔利班还没有变天哦 那这个摄影师他在阿富汗当这个战地记者 那他就某一天呢哦突然就被这个呃战火就波及好像是榴弹打中了 那他就呃就命丧在这个这边的战场哦 那所以呢就是说呃讲到印度这个就要讲到说这个在呃阿富汗这边丧命的这个摄影师哦 好那其实呃摄影师呢他个人的这个命运呢 他其实折射出来的是阿富汗这一个国度他经受的苦难 那其实阿富汗最近的变天我觉得有很多个议题是可以讲的哦 那其实我也感觉说大家应该如果关注这个议题的话 应该早在美国开始撤军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看到很多相关的分析哦 其实美国这个撤军呢他大概从这个呃五月这个时候开始撤嘛 那五月开始撤之后基本上拜登是规划说 反正我们就是嗯九月十一号前要这个撤完哦 就因为今年是这个九一一的二十周年 那在这个时间点前撤完其实当然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含义哦 历史的含义战略的含义 历史的含义呢那当然拜登他呃他也是有他的政治考量就包括说 为什么要选九一一因为他们当初就是打着九一一的旗号然后来 入侵这个地方那入侵了之后呢哎呀那今天要撤当然很丢脸但是呢 他还是要硬要去凑这个说哎我们这个有一个在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就撤出来了 那也象征我们现在呢要呃节省我们的开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做了很棒的反恐的工作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那是时候把我们的呃军人子弟兵带回家 那但是呢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抛开历史的日期的纪念意义的话 来看到战略上的这个撤退哦那这很明显其实他折射的是美国在整个中东战场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跟金钱 但其实对美国本身而言哦就他其实呃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呢 哦他他其实有得到东西但是呃非常的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想象上的那种就是实质的这种战略意义哦 那这之后可以跟大家这个深谈了那但是总之呢就是我是觉得阿富汗这个议题呃大家应该已经从很多的方面就看到很多的分析 就包括说哎美国撤军的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那还有说哦美国他到底历任总统为什么 比如说从欧巴马那个时候开始为什么要决定要呃要战略的收缩那为什么要重返亚洲这个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关系 另外呢呃有的分析会比较聚焦在塔利班的前世今生哦就塔利班怎么撑了20年 那他怎么出现的那为什么美国还没撤完他就可以已经就是说让政府军举手投降 然后就接管了阿富汗就是这是为什么呢我相信就呃蛮多的听众朋友 也有透过一些文章啊或是一些分析去看到相关的资讯哦 那另外还有包括说哎对这个呃塔利班的这种未来执政的方向的分析哦 那这这当然也是其实应该是各界就包括不管是西方或是呃台湾跟大陆两岸这边都很关注的议题哦 因为阿富汗这边如果是塔利班执政它其实存在了一个嗯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其实在呃发酵哦 那另外有一个呃地方其实让人感兴趣的是 就是两岸在阿富汗这件事情上的呃不同的舆论反应哦 那这个舆论反应呢其实台湾内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分裂的这个状态哦 所以就是其实说阿富汗变天这件事情啊 我相信呃这个可以讨论的方向很多 那大家其实应该也都呃看到蛮多的这个分析哦 那其实我我个人觉得呢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的话 呃我想说可以先从一个角度来切入哦 那就是两岸在看待塔利班跟看待阿富汗 这个事情上的这个舆论的分裂跟舆论的这种呃斗争跟思扯 那那在开始讲这个之前其实先稍微提一个这个小背景哦 就是说美国当时他入侵阿富汗跟苏联他去入侵阿富汗有什么不一样 呃那之所以要提这个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事情跟美国 他在这边的经营是有关系的 就是苏联呢他那个时候要来出兵介入阿富汗 他当然是有一些呃考量哦 短线中线长线的战略考量 那在短线的上面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因为啊就是他头已经洗下去了 知道吧就是他已经在阿富汗就是扶植了这种他的这种傀儡的势力哦 就是阿富汗这个嗯就社会主义的这个势力就他有一个党 然后呢就是他后来呢这个党就发动了这个革命 那也就是政变哦就推发了原本的这个政权 那这个党呢他看起来是阿富汗内部自己自发的一个呃下对上的力量 但其实啊他就是苏联资助的这种呃共产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势力嘛 那他在阿富汗就是呃接受了苏联的这个资助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社会主义的改革 那当然也做了蛮多的这种政治的清算政治的肃清跟清洗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到他后来啊就是被美国支持的圣战士 那还有一些是这个呃美国透过巴基斯坦间接支持的圣战士呢 就已经是就是被这些反抗势力围剿 那有一点点已经就是说呃快撑不下去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呃可以看到的是苏联呢 他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就是说他要不要断尾求生 就是说他还要不要在呃阿富汗这边就是经营下去哦 那所以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考量啊 就大家召开的这个会啊 那那个时候其实他有想过要介入 那但是呢就是说呃介入的他遭遇到的反对的声音就是说会不会陷入地面战胶着的状态 那其他的这个将领呢基本上就跟这个呃提出这个问题的元帅说 哦不会不会这个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有地面的这个胶着 我们一定是进去马上就把这个圣战士打的这个头破血流 那一定就是可以可以这个完成这个我们的这个扫荡的任务 那我们的这个呃苏军的子弟兵慢慢的就可以撤回来哦 那后来就显然苏联被被这个现实打脸了 呃所以呢他们就呃在可能还不熟悉这个阿富汗的状态下呢 就把这个人就派过来了哦 那其实这可以看到是他们在当地的这个情报的系统是有问题的哦 就跟现在的美国一样那这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也不是说情报系统本身这些人员不OK 那可能有一个我觉得呃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官僚的沟通哦 就是说当地的情报系统跟呃决策高层决策的办公室中间是有距离的 那这个距离呢会导致说高层的决策者他受到一些官僚主义的影响 那或是说他们自己的小圈圈的一些固有意识形态 他们就不会去倾向去看当地的一些一手的这个提供的情报跟建议哦 那这其实在那种比较大型的国家内部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说当地的人员其实他提供了一些比较现实比较一手的这个观察 然后给这个当局希望他就是参考 那当局呢偏偏哎呀就会犯这个类似的错误 那所以呢就是说苏联当初他决定要出兵来支持他在当地的政权 这件事情呢呃其实他他就是犯了跟今天美国在情报决策上类似的谬误 就是说呃美国他的撤军啊 他的撤军呢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从欧巴马时代就已经决定了说这个呃这个要要要撤出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一直在怪拜登啊就是说哎这个撤军很不OK就一直骂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骂错人哦就是说这个撤军的决定不是只有拜登一个人 就是他说了算了就其实是美国基本上欧巴马已降的历任总统都已经有要撤的这个打算哦 那拜登今天他就只是执行但是他到底是错在哪里就是错在说他让美国用一个很难看的方式撤出哦 就是他如果有去参考当地的第一线的呃一些情报的观察 他应该会知道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是非常快的事情 但是呢你还把你的撤军时间定的这么的呃长哦 就是就是就是你定的真的是好像就是你觉得呃塔利班就一副他就是会跟政府军还拖很久的这个样子哦 那所以呢就会变成说哎你今天军队还没撤完阿富汗就变天了 那这其实就是狠狠的打美国的这个决策圈一个脸哦 那这其实也也可能不能完全怪情报系统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决策圈跟当地情报系统这个的隔阂呢 可能是导致这种错误的这种撤军时程安排的一个原因哦 好那苏联当时呢他要介入也是呃类似呃这样子的这个呃规划 那就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就是说他忽略了当地的一些呃现实的状况跟障碍 然后就贸然的军队就投入了 哎呀那投入之后哎呀基本上就是就就就很难抽身哦 因为他就陷入了这个呃泥闹里面哦 那他介入就他派兵派兵到阿富汗的时候呢 当然他有另外一个原因哦 就是说呃他希望完全掌控阿富汗傀儡政权 因为他之前呢没有派兵进来是他觉得还没有必要 可是就是他后来决定派兵进来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虽然都是共产主义阵营 可是当地的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其实不太听苏联的指挥哦 所以他才会呃有一个执念就是说我干脆直接把坦克车就开到这里来哦 那这也是他的一个考量 那总之呢苏联他进来之后他是1979年就进来 那那一年刚好也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所以这其实是当年中东的一个呃蛮大的地缘变动 那当然他还有另外的一些比较长远长线的这个战略考量哦 那一点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哦 1979年已经是埃及跟以色列和解之后的年份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呃苏联他在中东的角色开始被边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前苏联还可以有角色是因为他会利用尾巴冲突这种呃模型呢 那他会去说哎哎我来跟这个这些阿拉伯国家就是做一些这种呃结盟 因为以色列他一定是占美国这边的 那苏联他如果要用冷战的这种框架在呃整个中东这边动员的话 他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跟很多阿拉伯国家 其实就是有一些军火的呃贸易啊 然后是是出一些援手还有派一些这个军事顾问 还有在当地这个宣扬这个左翼的思思想跟理念哦 那南野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其实是苏联的一个呃势力范围 那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埃及跟以色列经过了那么多次的中东战争 最后和解之后呢 那其实苏联还要再去动员这个就不容易哦 因为埃及他很明显因为他已经被就是到战败太多次了 那战败太多次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在呃尾巴冲突中 再继续再站在巴勒斯坦人这边无条件为他们付出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选择了跟以色列就是呃握手言和哦 那这个握手言和呢其实就导致了整个呃 可以看到阿拉伯世界或是乃至于中东跟伊斯兰世界 他是出现了一个版图的移动 那这个版图的移动呢让苏联知道 以后阿拉伯世界也开始向美国靠拢哦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 那这种巨大的焦虑让他迫切的觉得 我必须在阿富汗这边就是插一个旗子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说 呃因为那个时候同时中苏也已经交恶了 那所以他之所以要插旗阿富汗 他其实是希望可以在呃蒙古之外呢 就是那个时候呃蒙古也是这个苏联支持的嘛 那他希望可以在蒙古之外呢 在西方这边从阿富汗这边呃对中国增加一个包围的压力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呃也是比较长远战线的考量 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呃得到一个进入印度洋的这种通道 那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苏联那个时候呃短冲短中长线的一些不同的考量呢 包括说要更加呃实质的控制阿富汗当地内政 还有包括说他不想要让他在这边的投入完全打水漂 那另外就是整个中东的版图的地移 那导致了这个呃他就是觉得说我必须做出呃派兵进入阿富汗的这个决策 那这个决策很明显他带来的就是十年的这种 呃因为他是1988年就撤哦 那完全撤出应该是1989年 那他留下来的那个呃政权呢就撑到了这个1992年哦 就他他其实撤出之后他还有给当地他的这个政权一些钱 那后来因为你也知道这个苏联崩解了嘛 在1991年那基本上当地的政权就没有没有 那个靠山嘛就一系靠山瓦解 那他当然就自己也就瓦解了 那所以就是说苏联十年的介入 他其实是源于他当初的一种比较 呃我其实个人还是感觉是比较冒进的 真的是太过冒进的战略的决策 可是他的有一个背景是他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他在这边已经投注了很多的资源 培养了很多当地的势力哦 他觉得不能放弃 那但是美国呢 美国他为什么在2001年一定要来介入阿富汗 那其实他跟苏联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因为苏联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有一点财政状况不OK的状态 那他是已经在中东有点失去江山的这种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他贸然的决定我要赌一把 可是美国那个时候哦 他那个时候完全是我觉得就是自大 就是被这种冷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强权的这种 这种这种该怎么讲 这种虚荣 这种自大 这种自信冲昏了头 那被这种心情冲昏了头之后呢 他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你看我苏联都瓦解了 然后我南斯拉夫这边 我也是照样派北约去轰炸 这个阿富汗这么穷 这么烂 这么没有这个实质战斗能力的这个阿富汗 我到底要怕他怕什么呢 尤其里面的这个圣战士以前 还有很多部分是我养出来的 我在这边也不是完全没有经营啊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比较自大的考量下 他就决定我要打这个反恐战争哦 那他那个时候用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宾拉登 911事件的这个问题 那他决定就是出兵 那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事情啊 他也给美国造成了这种 20年的这个财富的 这个浪费哦 那还有就是说 在阿富汗这边本身 美军基地存在着大量的这个贪腐 还有就是说 多国联军驻扎在阿富汗 这边爆发的这种战争罪 骇人听闻哦 就是在反恐的时候 当然他没有打击当地的这个恐怖分子哦 可是呢 他们炸死的这个平民哦 就可能数量会更多 就像最近 最近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因为科布尔机场不是这个爆炸了吗 那科布尔机场爆炸之后 美国不是说 试言要让ISISK付出代价 那所以呢 他就是去这个空袭嘛 那还有包括说 他去拦截这个可能飞过 科布尔上空的这个导弹这样 那但是 他在一系列反恐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哦 他造成了这种 一个家庭九口的这个死亡哦 那这九口的死亡里面 有很多是儿童哦 你看他现在 所以光是连要撤军 回马一枪都能够造成这种损害 就不要提说 过去二十年 他跟那些西方联军 在阿富汗到底是 做了多少这种 让平民 一看到他们这些西方人 就恨得牙痒痒的事情 就例如吧 这个去年我还记得澳洲 澳洲不是爆发了一个丑闻 就是说他们的士兵在 阿富汗这边就平白无辜 平白无辜的去虐杀平民啊 去割吼啊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 澳洲当地的这个国防部 就是因为他被爆料这个丑闻嘛 因为有这个媒体去爆 那爆了之后他们就哇 我真的是 就是就是很难看啊 那很难看之后 但是他们又不给别的国家讲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就是这些西方人 他们的心态就还是这样 就他们打着这种自由主义的旗号 进去这个杀人 那杀人之后呢 那他确实就是说 他做的事情跟他当初宣称的 是搭不起来的嘛 因为因为你其实明显 你在这边就是屠夫嘛 就是另外一种屠夫 但只是你有这个自由民主光环加持 但是呢就是说 当别人戳穿这个 呃虚伪这种伪装的时候呢 哇那他们又会更加的这个生气哦 那这种生气呢 就会让他们的整个这种 这种这种身为白人 身为西方阵营 身为自由主义阵营的这种傲慢呢 就是用一种丑陋的方式 就暴露在媒体下面哦 但是当然这个台湾这边哦 普遍的舆论对这件事情 是比较没有抵抗力 没有反省的哦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美国这个话题 就是说美国当初当然他呃 九一这个对美国而言 他是一个巨大的 算是心理冲击吧 因为过去哦 其实就只有美国杀人的份啊 又人家杀美国人的份呢 就是在呃 不管是冷战啊 还是说冷战解体之后 都会看得出来 美国的整个呃 民众的心呢 那是呃一种就是说历史终结 然后这种氛围 这种氛围让他们觉得说美国他绝对会是一个最终的胜利者 那我们的国土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强大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呢 2001年就发生这个911事件 那两架的飞机直接冲进了这个呃 世贸大楼 那等于是直击了呃可能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那也是一个全世界的呃自由民主的一个灯塔的象征 这种这种意象哦 那这种意象其实就导致了当时的民众是很愤怒 所以小布希他才有出兵的理由跟借口哦 但是啊但是啊 就他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白痴的行为哦 因为首先把阿富汗 阿富汗他不产石油啊 就是说他他可能有石油 可是他不是那种你知道像沙乌地啊 或是科威特这种石油含量非常丰富 而且有一种稳定的可以开采的方式 来开采的一种这个呃国家产业形态哦 那另外他的矿产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开采啊 那阿富汗那个时候什么最多呢 就是在美国入侵之前 基本上就是呃 因为塔利班已经执政了 塔利班在1996年就呃取得了这个政权 那基本上就是把北方军阀 北方联盟的军阀就打打打 打到这个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 然后缩着 然后就继续在那边呃就是说 哎我们其实是阿富汗的这个这个国际承认的政府哦 合法的政府 但但他其实他的国土面积还不到阿富汗的这个呃真正的面积的20% 那anyway他就在当地就是用一种奇异的方式生存 那塔利班呢他就是呃算是那个时候阿富汗实际的主人哦 那美国还没入侵之前呢 基本上阿富汗当地就还是一个普遍穷困的状态 那什么最多呢就呃因素跟这个嗯圣战士 呃对那所以其实美国当初啊他他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会让我想到十字军东征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是基于一种就是我感觉他这个行为啊是一种理念 就是说理念大过实质战略考量的这个行为 因为阿富汗这个地方说真的你 你在这边你占领你真的是呃得不到其他外裔的战略好处哦 OK你可以说你把美军基地放在这边你就多一个据点 但但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说其他地方难道就是说阿富汗的美军基地是一个可以安全让你就是说一直维持的地方吗 就是美国以前在吉尔吉斯也有空军基地 那这个空军基地呢你还可以说哦我在这边这个是有用的 因为吉尔吉斯的空军基地啊 他可以提供美国那个时候后来要去打这个中东的一些战场的时候 他的飞机从这边起飞 那他的加油跟运输压力就会小 但是后来就是说像阿富汗战争美国把这个机场就是呃不是把机场把军事基地呢就插在了阿富汗这里 那他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 他导致就是让这个基地变成众矢之地哦 就是基本上阿富汗内部不管是塔利班还是后来冒出来的这个伊斯兰国 还是本来就在呃阿富汗内部然后被庇护的像什么呃什么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啊 东途决斯坦伊斯兰运动啊还有这个呃基地啊 就是基本上各方的这种反抗势力啊各方的这个圣战士啊恐怖组织啊都把这种打美国基地 然后打美国人当成是一种叫光环荣誉勋章的这种事情哦 那所以美国在这边他到底是得到了什么 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呃你如果说后来去打伊拉克 有其他的可能说要推翻海山或是呃说避免这种 就是说因为海山他要要让那个石油不是以美元结结算 就是说如果你还有其他这种经济战略的考量 我觉得fine还稍微可以理解 可是我觉得去进攻阿富汗那真的是真的是到底是多白痴的人 才可以做出这种呃决策 就是说他是凭着一种呃十字军东正式的理念跟这种 跟这种这种狂热 然后因为那时候美国国内的民情也真的是很激愤哦 因为毕竟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在美国本土被恐攻 那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小布希就是夹着这样子的这种民间的声浪 然后就举起一个旗帜冲吧 然后这个冲法就把美国大军带到了一个这种真的是帝国的坟墓 真的是一个战略泥闹里面 那他没有得到其他的利益 他得到的利益可能就是他可以一直跟国内说 哎我们美国为什么会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 因为我们在阿富汗打反恐战争啊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整场战争 他他真正的就是能够的拿到的东西就是理念的这种虚幻的果实 就是他能够去调动民众的情绪跟他能够用这个战争去维护 他作为自由主义世界领导人的这个证书 就是有点类似一个证书 就是说因为我有派人在这边反恐 我在这边抵抗圣战士 我在这边扶持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所以呢我可以做这个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老大 那我对国内也有交代 就他只剩这个功能 就他他其他的这个功能是是是没有的 就对那另外就是说他把这个美军基地放在这边呢 他还有导致另外一些事情就是他让其他周边的国家的 这个吸收了这个美军留下的安全红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本上他确实就是塔利班后来1996年上台之后 因为他的整个行为真的非常的残暴 那这个非常的残暴就导致说基本上各国不愿意去承认他 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 但非常的稀少 那个可能一个一个手掌就可以数完 那所以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可以看到 周边国家不愿意跟这个地方扯上关系 那后来为什么阿富汗渐渐又跟外界恢复往来 然后有外商进去呢 就是因为美国进来推翻了这个塔利班 然后呢把自己的军人全部送过来当沙包打 被被当沙包打 然后他被当沙包打之后呢 其他国家就开始进来阿富汗投资啊 像可以看到我就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些阿富汗的这个商人 就包括说阿富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中国产品 因为阿富汗安定了之后 这些中国商阿富汗商人呢 开始到外面来这个批货回去卖 像很多的阿富汗一些稍微CP值就是高一点比较便宜的商品呢 很多是从中国的义乌进来的 那就是阿富汗的这个商人去义乌批 然后批回来 那另外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商人进去阿富汗这边投资哦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来投资呢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美国他在这边挨打 然后创造意外创造 这个美国我想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他也不是为了要帮其他国家在这边投资哦 那反正就是说因为美军在这边呢 他就是意外变成了各方的这种攻击对象 那其他人进来投资呢 就搭便车哦 就真的是搭了这个美国在阿富汗弄的这种秩序的便车 然后就开始比如说投资啊 然后做一些这种基础建设项目啊 这样子 那中国在阿富汗这边标到两个比较大的工程 就是铜矿跟石油炭刊 都是在美军推翻塔利班 然后来这边进驻之后呢 那才有这种项目竞标的机会哦 不然之前其实中国在阿富汗的使馆也因为内战 就是1992年这个政权崩解 然后到1996年塔利班上台之前 然后这个内战非常的可怕 就在这段期间中国的使馆就撤了 就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很乱 那总之呢就是美国这种 这种其实真的不知道在当初在想什么 就是真的是狂热 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的这种心态 然后导致说他在阿富汗这边 他就就是在这边20年 那其实他跟苏联比起来 他完全没有必要进来 因为他那个时候你看世界上谁能挑战他 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没有像现在 这么这个就是说 有这么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跟基础建设的成绩 那所以就是美国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被冷战胜利的喜悦冲昏的头 加上他被九一的这个事情震惊到 震惊到之后 他觉得说 哎我要利用这个民间的这种愤怒呢 那稳固自己的这种自由主义阵营的地位 然后我要来阿富汗这边 就趁机搞一搞 然后然后就就反正在这边 就是让我的民国内的 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民众呢 觉得说哎我这个政府有在做事哦 对我一直为了我们美国的民主人权理念 就是非常的努力哦 就是是一种我感觉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心态 然后就在这里就弄了20年 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大概啦 就是其实说真的 2010年开始 他们应该就预知到他们会输 就是其实你去看美国的这个智库报告 那智库报告基本上2010年之后 很多的都已经在讲说 为什么塔利班会再起 这个其实我推荐大家都可以去搜一下 那就是说 呃这些智库啊 其实他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他应该是采纳了当地的一些 一手的情报的资料 就是说 因为呢 这个2010年开始可以看到 阿富汗塔利班出现了再扩张的这个势头 那这个再扩张的势头当然有很多的关系哦 就我想大家也有发现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析 那我这边不多谈就包括说 呃塔利班怎么结盟或是塔利班 他怎么样的去深化他的一些治理 呃因为他有一些占领地哦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塔利班 他有在慢慢的扩张 但是美军没有办法剿灭他们 所以呃另外包括说在东亚这边 因为中国逐渐的崛起 那欧巴马那个时候呢 就决定做一个这个战略调整 就是说收缩在阿富汗这边的反恐力道 呃其实也可以说收缩整个在中东的反恐力道 就包括说 他其实也希望从伊拉克慢慢的 把人可能缓缓的撤出来哦 那在阿富汗这边呢 他已经也决定说要撤 因为呆在这边多呆无疑哦 可是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 就是说在2010年之后 那欧巴马他那个时候决策的状态 其实就很像苏联那个时候 呃在这个1979年之前决定 要不要介入阿富汗的这个挣扎哦 就他们共同的点在于说 因为苏联的头都洗下去了 就是你如果呃不进去的话 你前面的投资可能白费了 那呃美国当时他不能够马上撤 也是因为这个呃考量哦 就是他也觉得说 诶我我在这边 我当初说好了说这个要做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个政体在这边 然后我打的这个旗号进来 然后我杀了很多的人 那我现在突然就撤了 这样就不是不是在自打我的脸吗 不是在跟外界说哦我失败了这样 那那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欧巴马那个时候规划 是慢慢的慢慢的 神不知鬼不觉的慢慢的撤这样子 那但是呢就就没有办法嘛 就显然这个呃 他们当然是慢慢的撤啦 那拜登就比较 我觉得他比较倒霉嘛 他就轮到最后一棒 那他最后一棒 他又把这个撤军时间定的很长 那所以塔利班的反扑基本上就就很难看了 就你看那个呃 科布尔完全被塔利班接收那一天哦 就阿富汗确定变天 在8月15日 哇那一天之后 你可以看那个很多的媒体的这个画面呢 在那个科布尔机场 一堆人希望跟着美国飞机走 然后被美军开枪扫射打死 或是说抱着飞机 结果摔下来 就这个画面其实都非常的难看哦 那这其实是凸显了美国他那种仓皇 跟那种就是说在这边 呃 他们的中央显然跟阿富汗当地部门啊 这个缺乏很大的这个疏离跟沟通障碍哦 所以才会导致说他做了这么 呃 不OK的这种撤军时程安排 但是其实啦 你说老实话就是呃 去去去怪这个的话 呃 有点苍白无力哦 就是就是你其实介入本身就是错了嘛 那你今天再去纠结这些说 哦这个其实呃 撤军这个呃 就说不好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小之为末节啦 因为他本身在这边就很难看了 就是他在阿富汗这里 就我觉得没有一刻是好看过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呃 除了推翻塔利班那一刻 然后后来大家进来分这边的安全红利 那美国基本上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他的好处就只是他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虚拟的战争的光荣去卫补国内的民众的幻想 或是说去去去卫补国内的一些 就是说在选举上他可能想要动员的话 他可以用这个议题动员一下 但他其实没有其他额外的这个呃收获 好那就其实说讲完美国这个部分 这个时间就已经过去蛮多的 不过呢我们还是来呃 提一下这个呃 呃两岸再看塔利班跟在看阿富汗问题上的这个 一些嗯就是说关注的点 好那台湾这个部分哦 台湾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最有感觉的是 就是大家在讲呃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就是这个主题其实在呃 整个科布尔确定变天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占据了台湾 对这件事情的讨论的一个舆论的中心哦 就基本上大家都在谈说呃 美国会不会抛弃台湾呢 台湾会不会像阿富汗的科布尔政权一样 就是说被抛弃之后 然后嗯当然就是说被解放军接收啊 因为台湾讨论的这个脉络就是 假如假如这个台海战争爆发 然后该怎么办嘛对 那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舆论是相当分裂的哦 那当然会有一派人是觉得说 哦绝对是这样的 美国他他他就是会抛弃我们 那有另外一派就是就是他非常的有信心 他非常的有信心是展现在哪两点上面呢 就第一点他就是说 呃这个台湾跟阿富汗是不一样的哦 就是阿富汗这个他就首先会去怪 阿富汗人自己不战斗 阿富汗政府军不战斗 然后另外就是说阿富汗吃美国的发展红利 美国呢已经为他们投入20年 那他现在要走 这个怎么可以怪美国呢 要怪阿富汗自己不争气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会展现出来的是 他们会说美国今天不就是为了要更加的聚焦 来围堵中国来打压中国 那所以才会从阿富汗撤出吗 那以后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不就是更多了吗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对呃 就是说美国比较有信心的人呢 他们在看阿富汗这个事情上的时候 呃他们比较可能出现的反应就是 刚刚讲的这几种哦 那另外比较没有信心的这一派呢 那当然他们就是会说美国始终还是为了自己哦 那你看他们现在对呃科布尔政权这么这么冷血 那未来对我们应该也是这样 那更不要说其实他在1949年之前 就已经抛弃过这个这个呃中华民国政权一次哦 那包括后来还有这个呃西贡 西贡在越南这边撤出 那也是一次哦 那就是说他背叛的记录真的是呃 呃班班可考这样子 那那其实我我自己怎么看呢 我自己是是这样子哦 就是我我觉得台湾跟阿富汗 其实不能比较 就是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哦 就第一点吧 解放军也不是塔利班啊 就是就是这种比较是 是我觉得很怪 但是呃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于说就算今天 没有阿富汗这个例子 我个人都觉得 美国他还是不会来这样 就是说就算今天阿富汗没有发生变天 我自己也认为 也本来就认为说啦 假设台海真的有事情啊 然后美国是不可能真的派子弟兵过来 那他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他可能会 他可能会要日本出来当炮灰 或是说他就是 就是说他可能想利用日本搞一点事情 或是说他从日本的这种基地 因为他在日本有这个美军基地 他可能在这边 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趁机占点什么好处 这我觉得是有可能 可是就是说我觉得依照美国的这种 他的战略理性跟决策逻辑 他不可能在台湾这边 在台湾这个牌上就搜他 就是说确实确实他反中反华 这个是他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轴 他对中国是没有好感 他也要去压抑中国的这个崛起跟成长 可是他为什么要为了你台湾拼命呢 就是就是这不是 这不是很关键很直觉的一个事情吗 就是说美国你可以看 他现在同时在牌桌上 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多的牌 就台湾是他的一张牌 当然台湾可能是一个很大很主要的牌 那另外他还有其他的 像是这个芯片啊 华为的这种科技站的牌 还有像舆论站的牌 舆论站像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很长期的耕耘 就包括说在新疆问题 新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舆论站的攻防地 那早期其实是西藏 那为什么后来变新疆 就因为西藏稳定了 那他们少了可以炒作的对象 那他们现在就开始去疯狂的炒作新疆 那但是新疆他一定以后也会炒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新疆他现在没有发生恐怖攻击 那没有发生恐怖攻击呢 而且加上他内部现在也是 在这个一些政策下比较安定一点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他除了再去凭空捏造一些什么 种族灭绝啊 什么集中营之外 就是这个东西一讲再讲 他终于一天会失去说服力 你知道吗 就是跟他们当初炒作西藏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东西一直炒冷饭 然后相同的套路逻辑 换个抽换一些词面 然后一直在媒体上放送 播放一些这种东西 那这个终于一天会失去说服力 所以这样说他之前也炒作这个香港啊 尤其是香港那个时候 这个反送中反修例的这个骚乱期间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美国政治人物频频表态啊 什么最美丽的风景线啊 什么这种话都讲得出口这样 那讲出来之后呢 为什么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讲 当然现在还有讲 可是你可以看到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力道 舆论战上的力道 其实是降低非常多 那是为什么呢 那其实也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没有空间给他们炒作了嘛 香港已经弄了这个爱国者治港 港版国安法 那其实已经不可能再让他们有这种 像过去一样去大肆介入舆论的一个空间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就等于是抛弃了香港这张牌 那包括说另外像华为芯片 华为芯片这个确实现在可能是一个胶着的点 可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打的是一个长期的战线 就美国他迟早有一天啊 就是依中国现在的这种科技的革新跟发展速度 他现在一直去打人家 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你顶多就是延缓人家的成长 可是你不可能一夕摧毁中国的这个芯片发展跟科技发展 还有5G的这个事业 然后重点另外是 他的欧洲盟友也想跟中国在这方面合作啊 就你拦得了一个你拦不了全部嘛 就你不可能让全部欧洲的国家都变成立陶宛嘛 就我觉得讲实际一点就是这样 你以为你以为欧洲国家都像立陶宛这样子吗 就就是会就是真的是冲在整个是冲到媒体第一线 然后说我们就是不跟中国往来 然后我这个新疆议题啊 还有退出17加1啊 还有跟台湾维持一种就暧昧的这种 其实他就是在消费台湾了 他跟台湾哪有什么深切的往来 他不过就是借由台湾牌要去跟美国 就是表示他的忠心嘛这样子 那当然立陶宛有自己的考量 因为他有这个反俄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哦 那其实克里米亚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 对立陶宛在内的这些中东欧国家 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哦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俄罗斯是不是下一步就要 把坦克车或是什么直接开到他们这里来 所以像立陶宛他基本上2014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的政治人物 非常积极的在反俄的前锋上就是冲哦 那跟西方的关系也变得就是越来越好 这样那立陶宛有他自己的这个脉络 但是但是这种脉络不能复制到全部的欧洲国家去啊 就拜登今天他为什么在中东欧这边 又花这么大的力道去 去鼓吹去动员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老欧洲这边动员不太动嘛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动员 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哦 各个国家都高度经贸互赖的世界 你不可能再重现像过去冷战时代的秩序铁幕 这种秩序铁幕就是说 我可能我的经济就只跟我这个阵营的人做往来 我只跟我这个阵营的人做生意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那你还想要去弄一个反中经济包围网 这个这个我觉得啦 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还没有崛起的时候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你这么做我觉得还有可能 但是你在现在 这这是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硬要做 那你会害死自己 就像是川普 川普他过去打这种中美贸易战 还有包括说他弄了很多的禁令 那个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包括说要禁违信啊 还有就是说他弄很多针对中国企业的东西 后来为什么被拜登默默的一个一个都弄回来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执行 你执行了之后 对美国企业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那我觉得川普他不是笨 我觉得他是他也知道 可是他那个时候为了选举 就是你看他为了选举 他这个牌就拼命的打 就是他就是像当年 这个美国去打阿富汗是一样的 就他就是要去打这种 这种这种牌 这种这种情绪鼓动国内情绪的牌 然后要收获的是这种 分为虚幻的分为上的这种好处 那 但最后这个证实了 不可能一直打 那所以拜登后来默默的就撤回来了 那所以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的牌上面 当然台湾是一个很大的牌 因为台湾算是在中国的旁边 然后呢他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身份我们也一直在讲 那但是但是就是你看美国过去的战略逻辑 他不可能在这边就是说真的去跟你解放军搜他 这个然后而且还是为了台湾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首先吧就第一点就像刚刚讲过的 解放军不是塔利班啊 就他当初去打阿富汗 他为什么有好大喜功的本钱 因为他瞧不起塔利班 他就觉得这些盛战士 就是拿着那个土枪土炮 我美国这么高级 这么先进的军火 我进去就轰爆了他们 这个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 他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碾压的心态 去介入阿富汗 可是就是我们可以思考 他在那边20年都没能消灭塔利班 他这他20年里面 他执行了多少次反恐人物 多少次轰炸的行动 他都没能够把塔利班彻底从地球上 就是抹掉 更别提后来 那个伊斯兰国 这个在阿富汗内部又长出来的新的东西 这个他也是没有办法 那今天解放军他 就是说他就真的不是塔利班 他的实力 我想可能比塔利班 就是说乘以100都不止 那美国你今天要在这边 当然中国我是觉得 他不会去攻击美国的这个本土 可是可是你如果在这边呢 你在这个一些意外的情况下造成了这种中国的假设 假设 这只是假设 造成了沿海城市的损伤 或是说造成了解放军的损伤 那可能他要付出的代价呢 会是说在日本的这个基地啊 就就可能会被报复 或是说他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 可能会有被报复的这个这个这个 几率哦 但但我是说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个人是希望说这个维持和平 就是我不太希望说 是以战火的方式来决定这种两岸的未来 就是用这种这种硬碰硬的方式 这个我想呃 其实大家都都不希望哦 就是不然也不会 就是如果其实要用这种方式解决 要用这种俄罗斯式的方式解决的话 两岸其实也不会就是拖这么久了 对就是其实如果是俄罗斯的话 他可能早就解决这种状态 但是就是说因为呃 其实我想各方都是希望和平 那其实美国他也是希望和平 就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两岸没有开火 他就不用来这边收哈 他就可以继续打台湾牌 就是说其实对美国来讲 台湾这个牌之所以有价值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被真正的推到前面去 来跟中国那个决战 那所以他这个牌有价值 他可以在某些时候发某些时刻 发挥牵制中国的这个效果 那呃发挥这个激怒 激怒或是挑衅中国的效果 是会有这个功效 可是万一万一就是说 他在这边真的把底牌亮出来 那就是要跟呃对岸干了 那这种情况下他会面临的风险 就是说他可能要被迫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说 破面自干哦 就如果他不愿意在这边收哈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要再次跟事件 其他盟友证明说 哎我我其实对你们的安全承诺 跟一些这种口惠实不至的东西 这个你们都可以听听就好 我紧张关头还是不会来的哦 就是就是我觉得台湾这个牌对美国来讲 他很好用 可是他现在他在打的时候 可能空间是越来越小的 而且就是说他打的时候 他也要稍微注意一点哦 就是就其实他一直以来对台湾 都是一种战略模糊的姿态 那另外就是说他为什么像之前 他要让他的官员出来适时的放话说 哎我们不支持台独 他有一个考量也是因为说 他不希望太快 然后就把台湾的牌就打完了 这样子就他还想继续在这种战线上 跟中国就是说在这边拉扯啊摩擦这样子 所以他希望来调控这个节奏这样 所以呢就是呃 在这种前面的这个分析的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跟阿富汗他不是具有完全的这种可比性 那但是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有点有点这种战略理性的人都应该要知道 他就是在利用台湾啊 就是他不是真的说为了什么自由民主的东西 然后说我们真的就是要挺你 就是真的是我们把死地兵派过来 然后为你死都没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美国 就以前的美国都都不一定能够为台湾做到这个地步 那何况是现在的美国 他如果要继续维持就是说跟中国的对峙 他就不能在台湾这边真的把全部的国力都堵在这边 因为台湾毕竟说真的 他离美国还是比较远 那他直接就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了 那这其实就像是当初俄罗斯跟克里米亚 因为你北约你已经来到就是你在乌克兰这边 你已经在放话说要让乌克兰加入 你已经杀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了 那难怪俄罗斯要咬你一口呢 那所以就是说美国你真的是不要欺人太盛 就你欺人太盛你自己就丢脸 就像他那个时候在克里米亚一样 就是他们整天在那边说 哎呀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啊 我们很欢迎你哦 但他其实没有真的要让他加入 你知道吗 就是他只是要用这个东西来牵制俄罗斯 来跟俄罗斯说 嘿嘿你如果跟我们不好的话 我们就让乌克兰加入 但这其实不可能你知道吗 就是俄罗斯他的底线在于说 我现在虽然不是苏联 我弱了 你把其他的国家都挖走 都加入北约 你北约扩张的很明显 这就算了 但是乔治亚跟乌克兰 这两个地方都在我的家门口 一个在高加索 一个在东欧这里 我不可能让他们加入北约 因为这样我完蛋了嘛 那但是反正美国就一直炒作嘛 那后来因为乌克兰内部 他很明显他颜色革命之后 他已经亲俄派是失去了 他的这个话语权 那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就觉得 算了算了 我就算再难看 我就算被国际制裁 我就算违反什么国际法 我都不管了 我直接军队就是开进去 那所以才会有 2014年的这种克里米亚危机 它其实就是源于一种 俄罗斯已经是被逼到墙角的 一个反扑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 美国对台湾的这种方式呢 他如果他真的是打得太过火 他有一天可能会面临这种 在克里米亚的困境 就是那个时候啊 其实各方都觉得 西方啊尤其北约啊 而且北约还离乌克兰这么近 就是说他在欧洲这里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出手 把俄罗斯逼出去 但没想到他们什么动作都没有做 就那个时候他们做的方式就是经济制裁 随便过场一下 那这个经济制裁当然有伤害到俄罗斯 但是他也伤害到了欧盟自己哦 因为他制裁的这个农产品 他不可能就是说不影响欧盟的那个市场运作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连在面对克里米亚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相当苍白无力哦 那北约就在旁边 那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嘛 那这就是对美国一次这个打脸哦 那在台湾这边呢 就基本上如果啦 如果我其实觉得对美国而言 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再把这边当一个 挑衅中国的这个基地嘛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把人家逼到 像俄罗斯这样子了 那你又不会来 那你这不是再次 就是说你就是你的霸权的这种 光鲜亮丽须有其表的外表 不是就会再次这个崩塌崩落嘛 这样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阿富汗这个在台湾的舆论场 他其实折射出来的是 美国 就台湾人对美国的这种 诡异的期待 然后还有美国对台湾这个 其实他真实的利用的这种 空间的这种挣扎 就其实是在台湾怎么看 阿富汗这个问题上 他有一个比较 比较隐晦的这个折射 跟比较隐性的撕裂 就是台湾内部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是也不相信美国会来 那很多人是真的还很 很有自信 很有信心 觉得美国一定会来 这样 那那就其实 我觉得阿 讲到最后 这归根结底 历史他是不相信眼泪的 就是我们当然就是各方都希望和平 可是台湾在其中呢 他有时候阿 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决定这个 就是历史的这个走向 他也不是大家说各方都要和平 可是偏偏有人在玩火 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和平注定 可能没有办法长久 就是如果 如果不改变这种相处模式的话 这种你一直在升温 这种升温有一天 他一定会导致爆炸 那我觉得这个就要看 这个各方的智慧 跟看各方怎么协调的问题 那当然我个人还是不希望说 用冲突的方式来 来解决这种 这种两岸之间 长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状态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啦 就你去看人类的历史发展 有时候天就是会不从人愿嘛 那我相信克里米亚那边的人 或是说俄罗斯 他也没有想到说 我们有一天要用这种方式来 结束这个状态这样子 那但是他就是发生了嘛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想这个 就像三国演义里面说的 这个天下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还有就是说国家的崛起跟衰落 有他的 有他的 时运 有他的机运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要怎么样去 避免这个 我觉得现在来看啊 这个可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 因为你看我们内部的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很明显 因为像国民党他现在 他的这个两岸论述 他已经是陷入一种 是不是哪向跟败的这个困境 but anyway 这个可能扯太远 但是就是说台湾这边 就除非啦 除非就是说 愿意真的是回到一个 真的是战略三角中心的这个角色 就是说我同时跟中国这边交好 我也跟美国交好 那我做一个比较摆荡的这个角色 而不是一味的去亲美 就除非你改变这个状态 不然的话 其实两岸未来是 就说一直是在 往冲突的这个可能迈进 那这个冲突的可能 其实是有美国在外部的这种 操弄跟玩火 那还有台湾内部 他其实没有办法 再调回去一个摆荡的位置 那就会导致说 那就有可能被迫 在某一个时候 如果各方不愿意再忍 那就会有用这种冲突的方式 解决未来的这种状态 那这种冲突的方式一旦发生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 美国是绝对不会来的 就除非他脑袋坏掉了 就像当年小布希来一样 那像小布希入侵阿富汗一样 那基本上 那他就会再犯另外一个 巨大的这个战略错误 好那那其实今天 因为时间也蛮长的 那就讲到这边 那其他就是像这个 中国的舆论场 怎么看塔利班 怎么看阿富汗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下一集再说 那很谢谢大家 那疫情还是没有退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还是要多多保重 好那就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